除了茅台之外 港股這一邊就是啤酒股的跌幅比較大一點 今天白威或者潤啤都跌到半成 或者曾經跌過百分之六 會不會都跟茅台的價格都一樣有關 因為茅台減價會不會搶走啤酒部分的市場呢 他們是不是面對著同一批的客源呢 其實就照計說不是的 當然如果你說喝茅台和這個啤酒有沒有很直接的關聯呢 當然大家當是同行那樣看 但是現在的茅台市盈率大概在26倍 預測市盈率25倍 其實都比啤酒來講 香港上市這邊的啤酒是高一點點 但是始終獨特性比較上是高 如果你說算啤酒 很多的啤酒企業 很常說去年的業績不是那麼差的 但是其實你看到出業績之後 只是那一下的一個殺上去 之後其實都緩不緩 跟著市場一起突出很多 相比來說我覺得啤酒企業 暫時我覺得在消費力那個能力降級的情況下 其實難免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因為啤酒的銷量其實就不會說很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人均收入是下降或者受影響的時間 其實如果你說之前一些叫大家 倚靠著一些高端啤來提升盈利能力的一些企業 面對著的困難就會變得更加之大 如果你說在客源上就未必相同的 或者未必會重疊 但是難免如果你說在開始連白酒 我都覺得是連貴的時間 喝啤酒會不會一個出路呢 這個反而可能就未必會說 形成大家是很大的關聯的一個影響 因為如果你說一些起床事件 你開始白酒都覺得貴的時間 開啤酒 開啤酒 到其實啤酒也都不會說 降級降到最低級的那批的一些叫啤酒去使用 所以反而高端啤今年來說 銷量有機會可能在大家的消費意欲改變的情況下 有機會是突圍而出都不出奇 但是這個都要視乎整體消費者那個 消費能力的一個轉變 會不會受到經濟壓力而有一個影響 不少的血商對於啤酒5月的銷售表現 都覺得因為去年已經是高機數了 所以今年的銷量數字會有明顯的壓力 而內地勸商反而是不約而同這樣看好 說這個月的體育成事 歐國杯可以利好啤酒銷售 去年的高機數效應就沒有這些歐國杯 會不會今年就更加數字上會有優勢呢 期望 因為始終歐洲國家杯就快開始了 其實難免一些體育成事 尤其是今年也沒有任何的放育措施 其實相對來說那個市場那個或者是市民方面的 一個提波意欲或者參與度 其實今年會高的 這一點其實都可以就是彌補了 就是我們後過這幾個月 那個消費力那個叫流失的這個情況 所以如果你說一些大型的體育成事 當然世界一些叫好像這個歐洲國家杯那些 就會比較上正面 如果你說奧運那些就未必會說 很大的刺激得到這個啤酒的消息 反而如果你說大家看奧運 你很少喝酒的嘛 但是看球就有機會就做這個動作 所以變了來講 可能一些叫體育的一個城市 今年其實都有一定的拉筍的機會出現的 但是你現在你就有兩張磳目那種看法 口複製了 然後聽說幾個階段 我還是無法